农表示叶菜类进货量大幅减少 价格跌多涨少 高粒菜到货量约161顿 价格下跌1元 大白菜到货量约51顿 价格下跌2元 至于更金类进货量也大幅减少 价格下跌的有萝卜到货量约44顿 价格下跌5块 其他还有大白菜 干薯叶 玉米 红萝卜 青葱 竹笋等等 想要买到便宜菜农业部表示 已在全台超过1500家 超市量贩设评价蔬菜专区至少一周 后续将会是情况调整 至于强风豪雨导致农损 也会加速启动救助公告 申请农业保险协助等等